9月18号晚,2019全球象棋双人赛在成都开赛 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等14个国家的32位顶尖骑手参赛 其中还包括许云川、郑维彤、蒋川等7位世界冠军 当晚,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席,2019全球象棋双人赛名誉主席郭振廷出席了开幕式 并受与其成成都世界象棋品牌赛事合作城市奖牌 这是世界象棋联合会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象棋市举办城市授予这一称号 作为世界象棋联合会举办的本台国际才是活动第一 期待推动象棋的普及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成都在推动象棋运动的特殊的贡献 我们很荣誉世界象棋联合会 特别给成都市世界象棋人台 开始的合作程式 今后,最后,世界象棋人台会 与成都开启了更改变的交流和合作 据了解,全球象棋双人赛由世界象棋联合会 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 是中国首个世界级的象棋双人比赛 也是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办的中外双人 同下一局棋的创新赛事 象棋国际特辑大师许云川在现场表示 参加了两次全球象棋双人赛 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2018年的那场比赛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接受提问的时候 当时开了一句玩笑话 当时主持人问我对这个比赛有没有期望的时候 我当时就随口回答说 我对这个成绩没有抱任何的希望 结果呢,我的搭档 结果他就很不高兴 他说我这个态度太不端正了 我觉得我们的外国的棋手 对待这个象棋的态度 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还要认真 就是我们去海外参加比赛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的棋手 他们象棋很认真 其实我是从内心也在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们的棋手 中国的棋手应该尽可能去 帮助外国的棋手去提升象棋的水平 第三次参加全球象棋双人赛的郑维童告诉记者 近年来外国的象棋棋手越来越多 赛事也越来越多 德国还举办了自己的象棋联赛 他有两个世界冠军都是在德国拿到的 我认为这种国际赛事呢 对于推动这种海外棋手的这种水平呢 是起到了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其实我们象棋呢 有一个特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平时所学的 要用于实践 据悉 全球象棋双人赛期间 组委会将开展一系列象棋文化推广活动 世界冠军赵欣欣 蒋川 郑维童 将走进成都中小学校 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世界冠军成长之路 此外 各位参赛者将在成都春季路 与市民亲密接触 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交流 12位海内外棋手与其民们 还将开展车轮战等活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